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2月20号星期一 习近平为了避免普京使用核武器 可能不得不对俄罗斯提供一些装备支持 当然这么说 也是因为美方宣称 他们得到了一些情报 是这样 CNN2月18号报道 美国情报官员命名的情报官员告诉CNN 美国已经看到了习近平支持俄罗斯军队的趋势 认为习近平想向俄罗斯提供致命的军事援助而不被发现 透露这一消息的美国情报官员不愿详细描述 美国看到的哪些情报 说这些不能说这是机密 但是他们说美国官员已经足够确定 他们在过去几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也同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分享了习近平 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的情报 美国官员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六在会议间隙与王毅会面 与王毅会面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些问题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当天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发表讲话时也暗示了习近平对俄罗斯的支持 哈里斯在讲话中说 中共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支持的任何步骤 都只会奖励侵略继续杀戮 并进一步破坏基于规则的秩序 中国外交部声明说 王毅周六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 宣布说中方将继续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对话一边 王毅表示中方还将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 为解决当今安全困境提出更可行的措施 据说是习近平同志在2月24号发表一个 就是说和平倡议 但是这个东西不好说 和平倡议到底意思是什么 我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和平倡议 有一种威胁的形式在 就是说你能接受我提到和平 就提到提到不接受的话 我可能会有所作为 我觉得有点这个意思 隐隐然有这种感觉 这个感觉不像是和平的倡议 有点像要宣战的倡议似的 但是咱们再看 看2月24号老习到底说什么 王毅说 他说这场战争不应该再打下去了 中国将提出一个结束战争的和平计划 一些势力 就是说美国不想看到俄乌的和谈实现 他们根本就不关心乌克兰人的生死 也不关心对欧洲的伤害 他们的战略目标 比乌克兰本身更大 就是说乌克兰 西方的乌克兰没关系 只要达到他战略目标就可以 王毅这话说的 其实你仔细想想 是吧 CNN周六又去访问了欧盟委员会的主席 冯德兰 问冯德兰是否相信 说中共正在听欧洲的话 不支持俄罗斯 冯德兰说到目前为止 他们得到的情报正好相反 整个事反过来了 这实际上也在暗示 他们认为他们得到情报 中方准备要支持 CNN报道 据两位美国官员称 拜登政府上个月向中方提出了 美国掌握的一线的情报证据 当然是秘密的 向中方提出 说这些证据表明 有中国的公司 向俄罗斯出售了 用于这种战争的 非致命性的装备 目的是来 当然就是说 为什么这边政府把情报 发给中方呢 他想确定一下 就是中共的中央政府 就习近平这个层面 对这些交易 到底了解不了解 是厦门这些公司 为了挣钱私自搞的 还是是北京同意的 是中央同意的 多个消息来源 告诉CNN 这些装备 包括防弹衣和头盔等物品 这些官员说 现在有迹象表明 习近平正在考虑 要提供进一步的军事支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2月18号 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习近平正积极考虑 向俄罗斯提供 包括武器弹药在内的 这种致命的支持 以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作战 这是美方的这种宣传 我们也反正瞎打听 打听了一下 美国的 不是美国 打听了一下 北京的出租车司机 据很多北京的出租车司机说 有可能是事实 老师有可能会这么做 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我们分析习近平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现在是这样子 刚刚王毅也说了 美国现在战队目标 比乌克兰本身更大 美国在逼俄罗斯 不是说一定要打败俄罗斯 他在逼俄罗斯干什么 他希望俄罗斯在乌克兰 能够使用一些大规模杀身性武器 以此来结束战争 这样子就可以把俄罗斯 搁在一个持乳柱上就定死了 因为你使用了这种所谓大规模杀身武器 无非也就是原子弹 一些战术小刀量的这种核武器 要逼俄罗斯去使用核武器 实际上来讲 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像是美国和北约的这种想法 七次北约东扩 让人越看可能越没有道理 越看越认为是北约东扩引发了这种战争 美国和北约希望最后引导俄罗斯 做一些丧心病狂的事情 来证明北约的东扩是有道理的 来证明美国和北约的支持是有缘由的 那么就是希望俄罗斯能够疯狂到最后使用核武器 但是这个里边就有一个问题 但是习近平是不愿意看见普京使核武器的 说实话对于任何一个 实际上一个负责任政治家来讲 实际上我相信任何人都不愿意这个战争 最后真的演变到了用核武器去打 就哪怕是小当量的战术核武器 这都是不好的 那么就自有了核武器以来 大家还都是尽量去避免 对吧 几十年了没有发生 这个事从上次日本被炸了两颗之后的 几十年都没有这些事了 所以呢 而且俄罗斯离中国又这么近 所以从习近平来讲的 他不愿意看到 他想避免普京最后不得不使用核武器 他想避免这个情况的发生 而且习近平认为这种情况的发生 对中国其实也极为的不利 尤其呢 在就是说挨着中国这么近的国家 最后呢 在战争当中使用的核武器 这也是习近平可能想要避免的 但是呢 那你说现在美国和北约 现在开始就提供了主战坦克 那后面据说要提供的这种远程的 这种攻击性的武器 又要提供的这种 好像据说呢 有这种欧洲国家在跟乌克兰探讨 向乌克兰提供的战斗机 那等等等等的 这一些呢 就是说已经摆明了 就是说已经不要光在乌克兰打了 要打到俄罗斯去 那打到俄罗斯去 那俄罗斯那还不就扔远子弹了 对不对 那习近平不愿意看到这一点 就是说呢 可能那就没办法 就不得不呢 寻找到一个平衡 因为现在这个战争完全就失衡了 战争已经是变成了 就是说 美国啊 北约等四十几个国家 打俄罗斯一个了 等于就是乌克兰出人 然后这边出力 对吧 等于四十几个国家呢 打一个 你们这么玩命的去逼 一定要打成核武器吗 打成核大战对大家好吗 对不对 反正老习有老习的想法 你老婆问你 来提问 你愿意看见 剧场战争最后发展 到使用核武器这种地步吗 肯定不愿意 对 但问题在这会儿 就是说 如果老习真的向普京 提供一些这种 军事装备的支持的话 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 美国和北约 可能就要开始 整个连着整个欧洲吧 就要一起来制裁中国 那么一旦制裁中国的话 会出现什么情况 中国和俄罗斯就更 我觉得中国会无统台湾 因为已经无所谓了 就你只要敢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 就类似于俄罗斯 适了经济制裁的话 那中国就直接就无统台湾了 因为你没有 因为一直不动手 就是为什么担心你有各种这种经济方面的制裁 对不对 这个还是最后的唯一一个担心 但是你只要一动手的话 那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挠中国去无统台湾了 对吧 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 据我所知 中国目前的军工产业的产能 只中了25% 因为现在基本上属于一个和平时期 所以军工产能只中了25% 也就是说 中国如果就进入战争状态 不要说进入战争状态 就是说中国现在如果要支持俄罗斯的话 目前的军工产业可以在 就直接就翻四倍 而且这还是在没有全国总动员的情况之下 中国如果进行 如果进入战争状态 进行全国总动员的话 那么能够 基本上就是说 总产能能够翻一翻 能达到200% 也就是现在是25% 也就是说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就几个月的时间 就以现代的军工产能能够翻八倍 我觉得美国和美国要考虑一下 中国如果 就不要说 就是说全国总动员 就只是就是说火力全开 全力的把所有的军工产能都释放出来 那也是现在的四倍 那这种东西如果支援俄罗斯的话 是一个什么情况 所以呢 我觉得 所以为什么刚刚我说呢 我越来越认为 2月24号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和平宣言 就是老习要出手了 就要对全世界进行一个威慑 一个什么威慑 就是说首先 我习近平说话 你普京要给面子 我支持你还不支持你 你想战争就是决定你 最后你是不是要用核武器 你也是被钉在耻辱柱上 肯定终身被钉在耻辱柱上 那么对于美国来讲 也要有一个威慑 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习近平如果提出来一个和平倡议的话 你们给面子 我提出来的和平倡议才有意义 如果普京根本不屌你的话 你跟放屁一样 但是如果普京屌你 乌克兰不屌你呢 美国不屌你呢 北约不屌你呢 你的和平倡议不还是跟放屁一样 那么就在问题下转 就是说习近平怎么 当然习近平现在有很多的杠杆 可以就是说去让普京乖乖的听话 这个没有问题 那习近平现在有什么杠杆 能够让美国和北约去听话呢 那就在这儿了 就是说如果你不听话的话 那我也要动手了 那么你害怕不害怕 如果中国现在开始 从这种知名武器上支持俄罗斯的话 那美国就要考虑一下 对吧 那这样子 习近平如果这么做的话 他就有了两个杠杆 一个杠杆撬动普京 另外一个杠杆撬动美国 那么干什么 就是说我逼双方来和谈 或者逼双方要同意这个战争 局限在某一个环境下 什么环境下 最起码美国欧洲和北约 不能再给乌克兰 这种大规模的远距离的 就是说进攻性武器 可以给一些防守性的武器 然后让这个战争 就是说维持在一个 不会进一步发展到 就是说哪怕不能和谈 不能换来和平 最马上战争维持在一个低烈度 维持在一个 不会爆发核大战的一个烈度 对不对 但是当然了 就这种东西的话 美国和北约愿意接受吗 不愿意接受 那怎么办 就得逼他们接受 那么习近平有什么办法 能够逼他们接受呢 那就在这儿了 你明白吧 就是说因为你要出来做吧 就是说 两个黑帮打起来了 出来了一个和事老 说别打了 来回来和谈 那这个和事老 他的这个地位 他的这个能量 他的这个手腕 比真的能让两个黑帮老大 都要服才行 对不对 那习近平现在要出来 想要当这个和事老的话 就让拜登和普京都就怎么着 乖乖听话 那这些人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